这个方法,能让你提升细腻手法,一懂的搭配,二懂的分析,三懂的创新,四懂的学习,五懂的改变,再来,坚持尝试,即坚持搭配,八坚持分析,九坚持改变,只坚持创新, 再来,培养耐心,十二,培养心心,十三,培养恒心,十四,培养精心,再来,努力学习,十六,努力奋斗,十七,努力改变,十八,努力行动,十九,努力创新, 四雷不怕失败,二十一不怕批评,二十二不怕成事,二十三不怕学习,所以舍指灵活靠练习 请记住,心态决定命运 不同的心态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积极的心态能够使你保持乐观向上 生活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换一个角度去想 尽量为自己找一个快乐的理由,我们应该尽量去笑,而不是哭 再来,请记住,心态向阳光很重要 不只让自己快乐,也懂得让别人快乐 心态超然很重要,用平常心成就自己 要不断看清自己的优缺点,不要总想着比较别人的长短 本生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不断挖掘自己的过程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而忘了自己的才能 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友善的对待,前提是要对别人友善 我们一定要学会有好心态一个成功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其他的人更成功 赚更多的钱,拥有不错的工作 而许多人忙忙碌碌的劳作却只能维持生计 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最关键的就是为人处事时的心态 懂得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的人 自然会获得命运的青睐 最请牢牢记住,要学会用好心态把握自己 每一个明天都是希望 拥有希望,就好比握住了生命的火炬 只要你将它传递下去,你的人生就会一直闪亮 有时候,你不必在乎自己的位置,是伟大还是低微 你不必在乎别人是怎样看待你,因为你不是在为别人生活 你只需知道,属于自己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就像一场台风的来临值得我们的呼唤 一场雨的到来同样值得我们欢喜 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生活 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最重要,要懂得用好心态获得健康 因为快乐胜过最好的良药 在这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 最初都是从良好的心态开始 我们一起加油吧